喜羊羊和灰太郎是喜挥男主 对于他们 粉丝们非常熟悉 在最初的时候 喜羊羊和灰太郎是相互敌对的关系 为了能满足妻子红太郎想吃羊的愿望 灰太郎一直在为抓羊努力 期间灰太郎想出了非常多的抓羊办法 但很可惜 因为有喜羊羊在 灰太郎每一次的抓羊计划都会被破解 哪怕是灰太郎将小羊抓回了狼堡 准备烧水下锅时 小羊也能顺利逃脱 在刚开始的时候 喜羊羊和灰太郎的确是敌对关系 可后来随着他们之间相互接触 在外敌来袭时 他们也能共同联手抵抗敌人 在不断接触的过程中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在逐渐变好 甚至他们打破了大众固有的认知 在我们的认知中 狼和羊是天生的敌人 注定就是吃与被吃的关系 在正常情况下 是注定不可能和平相处的 但从剧情来看 喜羊羊和灰太郎 更像是不打不相识的好兄弟 在经过不断的交涉中 他们也更加了解对方 对彼此的情况也心知肚明 在遇到危机时 他们也愿意为对方牺牲自己 在灰太郎的心里 即便是他和羊羊团成为了好灰板 可喜羊羊对他来说 也是最重要最特殊的一个 毕竟在之前 灰太郎还会去抓羊时 喜羊羊都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一次次将灰太郎打败 让他的付出和努力付诸东流 虽然灰太郎既恨喜羊羊 可他对喜羊羊也是最了解最熟悉的 事实上除了这些外 在喜羊羊被明日包换后 喜羊羊一心都是如何抓住小羊 哪怕是和灰太郎一起掉进了陷阱之中 灰太郎依旧非常相信他 甚至想要牺牲自己 想方设法带喜羊羊逃出去 原本喜羊羊心里想的都是戏弄灰太郎 后来再看到灰太郎一次次的努力后 最后喜羊羊还是被他所感动 靠着他们默契配合 最终成功逃出了山洞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陶子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